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说自然而然会回忆当年那一天进入考场的感受 那个时代嘛 恢复高考 十年动乱之后 终于恢复高考 我当时在工厂已经做了三年半的工人 恢复高考我也报名了 所以带着非常深的感慨 步落考场 当了忐忑不悍 不知道能否考起 到大学都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那么今年现在 今天又是这样了 多少年轻的高中生 毕业生 步落考场 我相信都是忐忑不安的 因为他们更厉害 多少年 这个学校家长 想尽了各种办法 创造了各种条件 让他们提高学习的成绩 考试的能力 到了今天开始了 这三天或者两天 它就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所以大家都感觉到这是命运般的日子 那么我从这一点呢 我也发生一些感慨 就是我们中国人把这高考对孩子的未来来说 看得太重了 我相信这个高考成败 并不能决定一生的命运 而且这一代刚好是疫情期间读高中的孩子 20年 21年 22年 23年 今年是 等于是21年入校 23年毕业高考的孩子 所以对这一代的孩子来说 可能这一段的生活和记忆也是比较特别的 特别 非常特别 所以里边包含许多 应该说是心酸的经历 同样为高考而奋斗几年 那么疫情三年嘛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学习方式和环境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这个现在等于在看 他们学的怎么样 那么我认为学的怎么样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心理状态 心理的力量 他们正在受着考验 您说到心理这个力量呢 就让我们想到了您经常谈的杨明先生啊 这个他讲的就是心血 就是人心中的力量 那有很多年轻人呢 其实想问 现在比方说很多 他们很多同龄人啊 要不选择躺平 或者有的人去庙里盘佛珠等等 但是有这么好的杨明先生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学呢 嗯 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杨明心血是卢家的这个思想的成果 那个唐昂平啊 或者盘佛珠啊 所以佛家这一路子上的事情啊 那么在我看来呢 佛学向来是药 是用来治病的 我曾经做过个比方 这个卢家对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来说 它是粮食 嗯 无骨 嗯 能吃无骨 那又不生病的 生了病就要有药 对中国人来说 最好的药就是佛学 所以现在相当程度上普遍有病 嗯 我讲的是心灵上的病 嗯 那么病没有出你补阳明心血补不进来 对吧 就像我们中医的原则是 你要滋补 嗯 滋补让你强大 嗯 对吧 但第一件事情 把现有的 现存的病给它去掉 所以这个治未病不可以 得先有病才能治病 不 不 佛学是治病的 嗯 这个中医第一步是防病的 对吧 但病已经来了嘛 那怎么办 要吃药 那么佛学是要 就是因为那个中国社会 这个在治疗上的竞争 各个领域当中的竞争都是蛮激烈的 所以现在有个词叫内卷 千斤万马考公务员 就是内卷 对 对 那么千斤万马要入重点高中 叫中考 千斤万马要入名牌大学高考 嗯 其他的领域无不如此 对吧 在这场上也一样 公司里面也一样 资源有限 对吧 这个需要得到资源的人太多 然后他就竞争 在这种竞争的局面下 年轻人很难支撑得住的 他就心理压力承受不了 干脆算了 似乎未来没有指望 所以就躺平 躺平呢 那么就想到佛教了 想到佛学 就是不要住相啊 这样的想法来了 这就是所谓佛系青年这个名称就来了 对 王老师 实际上我认为这些问题 背后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是 年轻人想请教 在这个时代怎么样反卷 就是您刚才讲的 就是能够应对和抵御这种内角化 那第一步有一个佛学的修养也是必要的呀 我觉得这件好事情 因为我们的年轻人从小长大 从小学开始恐怕就竞争开始了 一路竞争上来的 他们已经厌倦了 而且就是毫无疑 我在竞争的成功当中 我也没有一种充实感 所以与其如此 还不如改变一下人生态度 把高低贵贱 得与色 成功与色败的区分 在中国社会是那么的明确 应该清洗一下 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真心学一点佛是对的 六祖谈经要读 会能讲下下能有上上志 上上能有墨益志 那么他们现在学了 这是好事 我在工地上打工 我不会自清自荐 你高居什么经理啊 总经理 总裁 CEO 你也不要得意 很健康的 现在对所谓躺平 或者所谓盘复住 这个现象 不能简单地说是种消极的东西 它首先是有直接的意义的 就是消除一种以往执着的 虚风成功失败 虚风高与低 虚风贵与贱 虚风富与贫 我觉得这好事情 然后就刚才这个问题继续问啊 就是您一直学习扬明 传播扬明 那么我们想请问您 就是您从扬明身上 到底获得了什么呢 首先我感受到了 卢家的思想 他的学术 通过王阳明 他的一生的经历 他所做的事情 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因为通常会把卢家看成 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东西 就是与现实的事情 是无补于事的 我们做事情 还是要讲究实际 讲究功力的东西 卢家的精神太高 他不能变成现实的 这个事业的成绩 而扬明做到了 所谓三不朽 立得立严 还立功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 不能把卢家的学术 仅仅看成是一种 抽象的道德教诲 做现实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肯尊神他 不 王阳明始终尊神了 所以他用他的一生体现了 卢家心学的境界 所以这是我从王阳明身上 首先体会到的 我觉得中国人都应该学习 阳明的 是因为中国人根子上 是卢家的思想 卢家的精神 佛家我刚才说 可以帮助我们治病 但能不可能 要到病处啊 能不能靠捧着药罐去过日子的 人还要吃五谷活着的 这五谷粮食就是卢家 因为病了佛学来治 治好了还是卢家 所以在这一点上 包括王阳明本能也 深受佛家的启发 尤其是惨重的启发 但他还是卢 他还是天下关怀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王阳明的精神 和他的一生的四季 他的立德立功立业 会成为我们未来年轻人的榜样 那您觉得 现在和未来的年轻人 如果要学杨明 主要学什么 他的时代价值特别的在哪 在今天的中国 杨明信学的当代意义了 就这个意思 这个意义是很明确的 因为中国人要有一个 文化生命的复兴 那么文化生命是什么 就能运用思想的生命 能运用思想的生命 能运用思想的生命 就是文化生命 而动物的生命 没有不需要思想 也没有思想 人可以把人的生命 看成动物的生命 这是个生物学角度 没差别 对人做生物学研究也没问题 但人同时 还是运用思想的生命 因为人活着 还知道自己活着 因为知道自己活着的缘故 他就要赋予自己的生命意义 有人说生命毫无意义 都说这样一个结论 当他说生命毫无意义的时候 他曾经追问过生命的意义 后来就没找到而已 对意义的追问 是能活着的时候 一定会有的 因为有对意义的追问 才会有对自己生存状况的评价 动物不会评价 他自己当下的生存状况的 能活着还在评价着 自己当下的生存状况 他就意味着某种对意义的需求 现在找不到变成毫无意义 所以我认为 杨耀明星学在当代 他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我们中国人 自觉地成为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 什么叫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站在大地上的 这大地就是亲情 和亲情传递给我们的牵挂和责任 所以杨耀明星学在当下 中国应当发扬的 因为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文化生命 我刚才说文化生命 就是能运用思想的生命 能运用思想的生命 就是能提出生命理想 并且为实现生命理想 从事生命奋斗 这叫文化生命 杨耀明星学 可以启发今天的中国人 特别启发年轻的一半 我们在儒家的思想中 如何提出我们的生命理想 这生命理想不是空洞的 我们中国人的生命理想 总是从亲情开始的 我们有青年人想问 说当代中国艺术 受到西方的影响非常大 艺术评论的分析方法 李璐也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 想请问王老师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讲文化自信 想讲中国文化走出去 那么中国的文化 到底怎么走出去 该怎么走呢 你把这两个问题 你提到这个问题里边 把两件事情关联起来了 一个是我们当代 中国艺术家 中国的艺术家 受西方当代艺术影响很深 第二 艺术的评价 艺术作品的讨论 也在西方当代艺术的理路里边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中国的文化自信 怎么走出去 这两件事情现在拉在一块 我认为其实不在一个level上 不在一个同一个层面上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今天中国的艺术家 对当代 对受西方当代艺术的影响很深 这不是一个文化自信有或者没有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就我们也搞了市场经济了 我们走现代化的道路 那么这时候现代化的道路的第一个阶段 一定是深受西方影响的 因为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原发国家 我们是后发的 研发的现代化国家 他们有许多在走过来的经验 走过来的教训 经历过的许多事情 对中国一定来说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那么走到今天 我们就搞这个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内部就是资本逻辑 那么资本逻辑起作用以后的 我们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用马克思的话 这叫异化 异化就是人被物化了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一个大学毕业生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还有一种很高的民族责任感 要推动民族进步 一走到社会 他就知道自己是谁了 就HR 就Human Resource 就能力资源 是吧 那这是现实 那么这就是人的物化 以前那个能事部 现在不叫能事部 叫能力资源部 这种语言的变化 背后 就表明了一个异化的现实 能被物化了 是 Hermon Resource 叫能力资源 其实就跟能源病例在一起了 对吧 他被考量了 合格还是不合格 优质的还是低质的 是吧 那么这就表明能力异化的状况 那么当代艺术 西方的当代艺术 是对他们所在的社会的 普遍的异化的一种抗议 一种揭露 当代艺术之所以不同于 近代艺术 欧洲近代艺术 经历了好几个发展 接着后来就浪漫主义 那么浪漫主义 为这个人的生活 虚构了一种美妙的 崇高的东西 但在西方 终于它跟现实之间脱节了 它不是现实生活 所以当代艺术 严肃的艺术家都公开揭露这一点 在西方 那么就要揭露这一点 就是我们并不是这样生活的 我们实际上已经被 这个资本和技术 剥掉了所有的精神的外衣 我们没有精神的避难所 把这一点公开的说出来 就是当代艺术的创作 那么在这一点 中国艺术家 受当代艺术的影响 这是自然而来 因为我们也在这样的 生存状况中了 或者接近于这种生存状况 那么在这一点上 当代西方当代艺术的 许多的创作和它的作品 创作的路子 和它的作品的成果 极大的影响中国艺术家 这不是因为崇拜西方 而是我们也走在这条路上了 所以我们也得这样来 公开的坦率的承认 这种现实 并且把它 把我们以前设想的一种 一种躲避 精神躲避的地方 它是虚假的 把它拆掉 所以当代认真的艺术家 当代中国的认真的艺术家 跟西方当代艺术之间的 那种关联 不是外在的 是内在的关联 所以这一点上 并没有表明 文化自信的 有还是没有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而是我们必须承认 当代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家 也要承认这个选择 并且把它解释出来 因为艺术家 它的最大特征就是生存 如果中国的艺术家 还在用古典主义来创作 他自己觉得不对 这不是真的 这一种幻想当中 这是不是给公众 注入了一种麻醉剂 或者说精神的鸦片 对吗 所以我对当代中国的 一些当代艺术家们 我确实表达 应该表达我的敬意 他们认真做了 当然了 还有一件事情是 另外一件事 就是艺术的产业化 资本会进来 抓住某些当代艺术家的创作 让他进了资本运动 还炒作什么 那么这样就把事情弄错了 弄坏了 但是要分开来 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在今天中国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一定认真地创作 创作的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批判 而不是歌颂什么 歌颂什么都是虚假的 揭露现实 对吧 就像我们的年轻人 为什么会接受当代艺术呢 更不原意就在这里 因为这些当代艺术作品 说出了我们 真确的生命感受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件事情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 讲文化执行 中国文化怎么走出去 这样的问题 文化不需要走出去推广的 你在这种文化中来 这种文化 因为你只要加入国际交流 加入世界大家庭 你的文化一定会被其他民族所了解 其他国家的民族所了解 因为他会跟你打交道 如果了解的过程 他会发现你的文化确实好 给他们极大的启发 那么他就开始学 不要走出去 他自然来学 就像我们那么多年轻人 要拼命到国外留学 一样的人 他没有说我要推广 但文来学 文文网交 他们自然会来学 就像梁启超当年到欧洲去 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已经爆发了 梁启超欧洲去 到欧洲学界遇到了那些人 他们问梁启超 你到我们欧洲来干嘛 梁启超我来寻求真理 德国的还是法国的 应该是德国的 就跟梁启超说 我们这里没真理 真理在你们那 你等我们来找 我们要到你那里找 这给梁启超极大的震动 梁启超回国以后就写了 叫欧游新颖路 欧洲旅游 欧游新颖路 心灵的性 影子的影子 他把欧洲的见闻和体会 都写在他本书里了 让梁启超重新建立了 对中国文化的信心 以及他对世界的影响力 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所以我 不大同意走出去的手法 还有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有它的好处 就是因为 让外国人获得学汉语的机会 至于这个文化的影响力 它是自然而然的 文化不存在征服水 军事上才有征服水 文化是传播 然后被人相信了 并且盼望 向往了 这就好 说1818年 科幻小说出来以后 那么开始的时候 是充满着 科技改造自然的那种乐观主义精神 但是后来发现 出来的作品越来越灰暗 越来越悲观 那么当前看的人类的心理和社会 好像也有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边 这位年轻的读者 特别想请教王老师 您对未来有什么预测 人类的世界 未来还会更好吗 这个问题 当然是很真诚的问出来了 但是我先回答 他最后这个题目 对未来有什么预测 未来不是预测的对象 人类不是以预测 未来的方式 走进未来的 人类只是面对当下的困境 如何摆脱他筹划未来 未来是希望和恐惧的对象 人类不是以预测未来的方式 走进未来 假如人类是以预测未来的方式 走进未来 预测未来的方式 走进未来 人类就是算命先生了 人类向来是筹划和下决心的方式 走进未来的 这是先回答他最后一个题目 这个问题问得很真实的 但是我要纠正一个表达 未来不是我们预测的对象 那么回到前面 就是说当科幻小说起来的时候 当时西方的科学 确实往上不断争争争争的走 然后在科学技术 运用于人类生活这方面 展现了一个美妙的前景 叫科幻小说 那么当时我小的时候也读 我读过好多科幻小说 读得欢欣鼓舞的 深深的路迷了 在想象着我们人类的未来 会怎么样生活 我们要星系旅行 等等 都在这么时下 这就是科学 对人产生最大的影响 这些影响的大个时代 但科学技术 它跟资本是一对孪生兄弟 科学技术的运用 是为资本打开新的政治空间 那么技术一方面 方便了人类的生活 一方面反过来 它成了商论间 它反过来也会统治人的生活 技术对人的统治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那么这就意味着 科学技术的浪漫主义时代 已经过去了 我们对科技的 这种浪漫主义的 欢呼想象 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因为我们看到了技术 是如何在根本上带来两件事情 第一 带来对自然界的无情的掠夺 我们征服自然的能力 通过技术是很强大的了 然后呢 自然界会报应我们 这是一页 第二 科学技术运用于 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的时候 它高度的技术化的 然后就构成了一个 对个人的生存空间的侵犯 人在这个技术的运用当中 越来越失去 作为人的精神上的尊严 那么这种情况就表明了 技术的异化的一面 也充分暴露了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不会把人类美好的未来 寄托在科技的进步上 因为我们看到科技进步 总是有两面效果的 都是有正面和负面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欢呼歌颂技术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那么这个技术会让我们 成为一个不得不随时被 一个社会系统支配的个体 技术对人的统治 这就是我们都普遍感受到的 所以我少年时候的 这种科幻小说辉煌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我们对技术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有些技术是不能用的 不应该让它发展 你比如说基因 佛制 科隆 基因编码 这些事情很可怕 我们要反思了 它显示到人类的生命伦理 生命的价值 怎么可以被技术剥夺呢 或者清洗掉呢 人最后把自己变成机器 就如此类 那现在对技术的反思 或者这种忧虑 是人类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 对吧 对 特别是AI 就人工智能 对 这个人工智能 现在发展的CHAT GPT 是 有许多能近乎 以后人要被它统治了 人的学习能力 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效率 远远不能跟CHAT GPT比了 那么我认为这也是过分的担忧 因为CHAT GPT还是能造出来的 在人类的智力活动当中 取代了一部分 叫信息的收集和逻辑的推论 这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 信息的层面上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它可以带来 它确实带来了办公自动化的升级 那先前已经有办公自动化了 然后它往上升了一级 仅此而已 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人类如何走出困境 这是GPT不可能 不可能告诉我们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汉语当中这个词叫问题 问题用英语来表达 有两个词翻译的 一个叫Question 一个叫Problem CHAT GPT可以Answer Question 但Problem这个词 不是Answer而Solve 解决不了 Solve Problem 这件事情不可能给 CHAT GPT做 因为它牵涉到人类对命运的领会 和价值的选择 人类要解决的这些问题 怎么可能变成一个 人工智能能解决的问题呢 是 所以我看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来之前 我们有一些朋友问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跟我问您 杨明一样 实际上是解决 想问现在的中国人 怎么还能失忆的棋居在这片大地上 包括您刚才讲的 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原因 我们现在讨论了一个 杨明兴学的当代意义问题 是 这当代意义的核心在哪里呢 核心在于杨明兴学对当代的中国人来说 它再度是一个提醒 提醒什么 提醒中国人站在大地上 提醒我们的家在哪里 这是最重要的意义 就精神上的家 西方人通过尼采说了那句话 上帝死了 西方人感受到了无家可贵的状况 那么中华民族的家不是上帝或者真主 西方对欧洲民族来说 神在哪里 家就在哪 如果神没了 家也就没了 所以尼采感受到了 极其深刻地发现了这一点 所以尼采用他的学说 告知天下 欧洲文明泄露虚无主义 就没家了 那么中华民族没有上帝的 我们这个民族不是个宗教的民族 我们也有家 这个家就是人 人意道德的人 孔子讲的 人 人心 人意道德的人 心灵的心 人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当我们这个民族没有了人 那个人 人 没有了这个人 家也就没了 简单得很 对欧洲民族神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对中国人 人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比如说家庭内部的关系 也一样 一个小家庭 Family 如果父子之间无人 没有人 这就不是家 只是一个血缘关系 构成的一个成员共同体 但它不是home 所以杨明星学 可以提醒到在中国人 我们的家在哪里 在一个人上 人心主宅 一切 把人心拿掉 我们的生活 哪怕富裕了也没用 经济的发展 科学的进展 这一切 如果没有人心做主宅 它就倒向功利主义 虚无主义 所以杨明星学 在当代实际上 再次给我们重申了 人在哪里 我们中国人的心就在哪里 家就在哪 中国人的家在哪里 人在你心里的 你的心有人 家就在 这个我 前段时间 我看了一下 这个温同和晚年的一些日记 他有很多记载 你看他一天忙忙当当的 除了看书阅读会课以外 他实际上大量记载的 就是记组 还有呢 就是比方说 谁的祖先去世了 他要去看 谁的这个父母去世了 他要去看 然后就是 您刚才讲这段 我就特别强烈的感受 就是实际上这是一种人 就是包括他周围的 这个刚需轮场 亲情 然后宗族 乡党 就这些人 这就活在这个 很浓郁的这个人当中 这种体会好像就是 我觉得中国人的宗教 实际上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这不能叫宗教 这是中国人的信仰 信仰对 信仰未必一定是宗教 因为我们曾经听过您的几个讲座 您就讲到了 曾经如果有机会的话 有个梦想 想去当一个中学的校长 先说做中学老师 中学老师 做中学教师能做得好 才敢说能不能做校长 是不是您当年填报志愿的时候 有师范大学的 对对对 上海师范学院 上海师范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对 上海师范学院都是我的高考资源 有几条的 一个附带 但是最早一个是附带 然后录取了 对 当时就包了四个学校 对 那么如果后面两个学校录取了我 我加了去做老师 嗯 做老师呢 一般来说师大 比我们都做中学 做学老师 曾经是我的理想 那咱们先从这个老师开始啊 如果说您有机会当个中学老师 您想教些什么 现在的学校没有教的东西 嗯 现在的那 首先我们看中学的课程设置 这些课程设置也是多少年 接累出来的经验 有它的道理不能随便推翻 有数学课 有语文课 有历史课 有政治课 有物理课 化学课 生物学课 这些都是对的啊 那么现在 我如果做中学教师的话 现在我会发现 我们缺帅的是什么 在我们的不同的专业 科目当中 课程当中 所有的教学 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缺帅 就是人文修养 人文精神 比如说你教数学怎么教 你教计算机科学怎么教 你光传授知识不对的 光传授知识 光传授解题的能力 它里面就缺帅一个 最根部的东西 就是这些知识 它来自哪里 形成这些知识的基础是什么 是人类精神的哪一个方面 所做出的努力的产物 这些事情要搞清楚 这个知识有了以后 对于当代文明来说 它意味着什么 这个知识 现有的知识 它的界限在哪里 这样一种教学过程呢 没有体现在中学的课程的教学当中 我说缺乏人文维度 只有一个知识的维度 没有一个人文的思想的维度 那么这至于当代中国的中学教学的一个普遍的缺色 若我当下是中学教师 我就在我教的那一门课里面 要让它充分体现 现在可悲的是什么 就是语文课本来就是一门人文的课 却把语文课当成知识课才教 知识课教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应识 那么学生在学语文的时候 也在追求标准答案 这让人感到悲哀 你说考语文课的题目 题目就要错得好 它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 不是它没有一个衡量标准 你学生答题的境界 我在你答题当中感受到了 这里丰手就拉开了 它不是个标准答案 符合还是不符合的问题 而是你领会到什么层面 你对这个题目所错的问题 就是语文课里面 比如说某一个问题 它出来了你去答题 不是有个标准答案隐藏在后面 而是这个问题 你能思考到哪一个level 这是判断高下的标准 而不是标准答案的问题 所以历史课怎么教 政治当中有哲学部分 它怎么教 哲学是思想 文学课怎么教 我们如何欣赏文学作品 我欣赏文学作品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它不是个标准答案来衡量的 所以我看以后如何通过考题的重新设计 来引导我们的语文教师 教学方面更好地走路了 这门学科本来的人文维度中学 这当然是要大家研究的 就题怎么处 因为初题会刀过来影响教学的 它是很强的一种 一种规定性 一种引导性 指导性 引导方面 因为我们必须成为 语文老师都要考 要希望自己的学生将来考试成绩好了 这很自然 东西考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考什么是初题的事情 而初题应该研究 该走的题是不允许 出现在语文的考卷上的 哪样的题式应该出现在语文的考卷上的 那么标准就是一条 有没有体现这门学科的论文精神 论文境界 它论文境界包含 性灵 哲觉 感悟 思想 能不能考这个呢 是吗 别小看我们的中学生 他正在成长 他是个正在成长中的精神 他极其敏感 我们觉得他太小很有直播 他对社会生活的敏感度 远远高于我们成年人 我们能不能给他们滋养 心灵的滋养 我们4月13号下午 在北京搞了一个小论坛 请了北京有很多对于 所谓叫国学也好 叫扬名 这个感兴趣的中学生 还有六年级的小学生一起来聊 我们没有任何彩排 现场就是跟几个专家一起聊这些问题 这个学生提的很多问题 太下掌声泪动 就是您说的 这个问题本身 其实代表了他思考的这个深度 高度 对不对 就是但是您刚才也提过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恐怕也不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 或者中学校长能解决的 就是考试的最终导向在哪里 对不对 实际上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能够多维度的展示 他的思考 他的直觉 他的日常关注的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的考量就完成了 而不是一个必须击中靶心 那这个靶心我们现在考的 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标准答案 这个我想相度是完全不同的 对 我们搞了这个少年阳明书 准备有机会的话 有条件 我们想在全国来搞 就是发现学生 就像您说 学生他的思考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只是现在的课堂 考试没有给他任何这样的机会 没有给他展现 我如果现在做中学教师 或者做中学校长 我一定要尽我的可能的 哪怕能力范围很小 也要在根本上纠正我们当前基础教育当中 有些最严重的错误倾向 这个错误倾向就是功利主义 就是我们中学或者小学 特别是中学 如何评价我们教师的教学成果 这个教学成果就是被考核的东西 这个被考核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考试成绩们 考分们 现在都是被考分引导的 初中的教学最后指向了中考的成绩 牵涉到能否进重点高中 高中的教学成就的最终考核是一个硬道理 叫什么考去大学或名牌大学 分数变成硬道理 那么这件事情如何纠正 这是一个我想如果我在现在做中学校长 我也很难扭转的事情 这是一个全民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因为我在大学任教了这么多年 几十年了 我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 像复旦大学这个地方 就像中国有几所大学 它的高考录取风数线很高 对 考进复旦争不容易 尤其我们复旦一把一把的状元 什么省状元 县状元都有 正式高峰进来的 然后跟我们相遇了 跟我们大学的老师相遇了 相遇了以后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 那个网上的概念是有道理的 名称叫小政座提价 一点不佳 他们最主的特征是什么 他们一直是不会喂食的 在基础教育的学习过程当中 就是老师投喂 喂他什么他就吃什么 吃得比较成功 考试成绩上去 好了 到了大学以后 他们继续等待喂食 但大学的教学不是投喂的 老师讲完课 拍拍屁股就走了 讲课的时候 也不是照本学科的 把知识关注给你 没有 讨论这门学科本身 他的一些重大的问题 这个学科的基本精神 一些研究的方法是什么 一层一层讲 讲完他走了 那么那些小政 做题家 做题家呢 他等下面我该学什么呢 等待老师告诉他 他不觅食你知道吧 被喂大的 他从来没主动的找食 这样的大学怎么四年 怎么读得好呢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们一直被喂大的 这就暴露出基础教育 特别是高中阶段 能否让我们的高中生 去思考 独立的思考问题呢 他们已经到这年龄段了 他们对某一种学科 有极浓厚的兴趣 那么在这门学科里边 他们在中学的课堂上 就已经跟这门学科的老师 发生非常充分的交流 老师会指导他们 哪些书你必须去看 看了以后不懂的 我们讨论 在教科书之外的 在考试的 要求的知识点之外的 这一段没有 在高中成长的阶段中 没有 他们正式做提加来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继续投位 我们让他们的大学生活 成为高中生涯的 简单延伸 还有大学吗 大学不仅是 传授支持的地方 而且是创造支持的地方 如果大学仅仅是 传授支持的地方 它叫高等职业培训所 Not University 就这么严重 我们要回答 著名的前学生质问 对吗 对 这才是根本 我们能否摆脱 中学教学的公立主义 在哪里动 根源要找到 这根源 当然不是找不到 这事我就不说了 对 就现在这个机制 把小真 做底下选出来了 还有一些 有自主学习能力 批判精神 有人文思考的人 被淘汰了 还有没机会上负担 他们错觉了 对 考峰是硬道理 你如果为了达到 很高的考峰 你怎么有闲暇思考问题呢 怎么有越以越多的 越多的时间 一个思想上的 独立思考的空间没了 你要应付考试 我就不断地把成绩提高 你的精神 注意了在哪里 第二时间没了 两个 你的精神关注点 必须是考分 你为了达到这个考分 你的时间也没了 这样我们就度过了 高中阶段了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许多大学问家 他真实的基础 是在高中阶段打下来的 曾经论是在高中的课 数学课上制造了 哥德巴尔猜想这件事的 哥德巴尔猜想这件事情 数学老师可以不讲 因为他跟中学数学学习 没关系 但老师就讲了 讲了以后底下一个学生 从今儿就听到心里去了 立下终身的指向 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才叫高中教育 钱莫先生 中国竞献在思想史上 一个重要的大世界的钱莫 他为什么研究 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 就在高中的一次体育课上 因为外面下雨 那天没办法在操场上 上体育课 体育老师很有意思 也不能浪费时间了 就在教室里讲讲吧 讲什么呢 他说我喜欢读历史 中国的历史我也读了好多 西方的历史我也读了好多 后来就比较一比较 我就纳闷 我一直在心里想个什么问题 我告诉各位同学 中国的历史上不断发生战争 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成功了以后 中国社会没进步 叫新皇帝来了 比如说周元庄 于是中国的历史 变成这样一个格局 叫一字一乱的循环 各位读过三国演义吗 三国演义第一句话这么说的 天下大事 风就必合 喝就必分 那么我看西方的历史 这样走过来了 一看他发生关键的 重大的战争的时候 后来就革命了 革命以后社会就形态变了 从奴隶制造封建制 从封建制造自动主义 为什么这不同的民族 走了不同的历史的道路呢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 我没搞明白了 他在说着呢 为了对付这场体育课 说说自己的业余爱好 对吧 底下有人听着呢 全部 未来的一个思想史家就来了 火中点燃了 这叫高中啊 你好像也有一堂化学课 是吧 对 讨论那个静止和平衡和不平衡 是宇宙的原则 还是不是原则 比如静止是绝对的 还是运动是绝对的 平衡是绝对的 还是不平衡是绝对的 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们的化学老师非常好 他跟我讲 这问题已经不是我化学范围里了 它是哲学问题 对 所以你就从这 然后我说哲学是什么 我也讲不清楚哲学是什么 然后我建议你去看一本书 他推荐了一本书 就是恩格斯的反度灵论 恰好我父亲有这本书 对 回去就看 第一次了解哲学 就是通过这本书 是因为我那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化学课上提出来 化学老师教我去读哲学 这就是中学教育 这是您几岁 73年 73年还是74年的事情 我75年毕业 中学两年级 178岁吧 高中二年级 相当于现在高中二年级 这就是中学应该点燃的东西 那现在没有啊 所以您讲的案例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前面讲的陈锦瑞 后面讲的您化学课的这个案例 我们古代的中国 家里那个牌位 天地 君清 诗 诗放上去的 老诗放上去的 这说明什么 中国的教育 老师与学生之间 是一种伦理的关系 不是契约的关系 这是很宝贵的 中国做老师的 真是爱生如子 这是中国的教育传统 也是中国教育指导的体现 比如说 导师 找一个学生 不光是教他 专业的 关心他 将来找工作 所以我后来就害怕 害怕多招学生 因为他逼得是找不到工作 他晚上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的 一样的 然后想办法 跟其他学校的同行 打电话写信 我这个学生可以的 你相信我 我不会乱讲的 我说他行了 你就要相信 你把他找去工作吧 就这样帮他找工作的 这叫师生 在西方不可能的 读书是你的事 教 怎么教是我的责任 教外以后 你走哪条路 跟我有什么关系 找得到工作 或找不到工作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我老师 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中国是有关系的 所以中国民间就说了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就像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一样 这叫伦理的 是吧 这是非常好的传统 因为精神 家园是要传承的 传承不是空说 是老师和学生之间 所以孟子讲 君子有三个乐 第三个乐叫什么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这就是教育 就是老师跟学生 君子第三个患乐 得了英才 我来教他 为什么这是大乐 很大的患乐 因为这是精神家园的传承 所以我刚才问 我说黄老师 有没有一个想法 选一些天下的英才 给点书院士的教育 现在英才都要找 他们的未来的成功发展去了 对 对 好